英文句子这么长 怎么样才能看懂呢 各位朋友 当我们英文越学越多 或者参加更进阶的考试 这时候我们就发觉 英文的句子怎么都这么的长 看了前面不理解后面 看了后面又忘了前面 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 英文的句子组合是怎么回事 那么在之前的教学影片都教给大家 其实英文的组合就是 123加4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密密麻麻的英文字 变成了一个一小节一小节 非常清楚又条理的思考 而把英文 这个变成一小节一小节的工具 就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 简单的六个符号 把英文做一个仔细的分割 一分割英文就容易了 我们的英文其实根本就是这一套 就是分成两个部分 分成前三的主要部分 跟后面的次要部分 英文的结构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 先找到主词动词 以及接受你动作的字 先找到这前三个字 等一下我们来分析长的句子 道理都是一样的 然后再加进去的字 可能是形容词用的形容词系列 它有字 有片语 有词句 以及等一下的子句变成的分词句构 形容词之外 其他的情况就叫副词 副词就是其他的情况 它也有字 有片语 有词句的现象 再来就是补充用的插入语 插入语常常都是逗点 逗点做隔开的 表示一个补充进去的东西 以及放在前面跟后面的两句和并的分词句构 其实英文说来说去就是这一套 各位看起来这非常非常的简单 很多的朋友就会觉得 嗯 这么简单 我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去解释难的句子 各位 英文的句子就像我刚才说的 英文的句子不分难义 道理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这个简单的东西能看得懂 你复杂的东西一定看得懂 只是那个字 你不知道 你可以去查查字典 查了字典你就懂了 甚至字还可以从上下文去猜 可是各位很怕的就是 你这些基本的观念 其实你并不是真正的懂 你就算是你懂了 也不代表你真正的会了 你并不是真正的理解 融会贯通 你只是看得懂 这里面的几个英文字而已 所以等一下看了长长的句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你很痛苦了 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的教材里面 就是用这些简单的句子来跟大家说明难的情况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进阶的办法 那么希望你不要觉得简单的东西就不值得你去读 结果你发觉你简单的不懂 你难的句子照样就是有问题的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分析了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句子密密麻麻 好长哦 我们养成好习惯 先找一二三再看第四的部分 就是刚才加进去的那些形容词 副词等等那些东西 就是会有这些有一个字啦 一个片语啦 所以片语呢 就是借词开始名词结束 词句啦 以及分词句够 这些情况就会出现在最后面的杂七杂八的情况 那么各位我们先看第一种 就是在他的句子除了一二三之外 还会加上一些形容词 副词 把句子拉得好长好长的一个情况 各位看到 这就是你在正常情况之下 看到的密密麻麻 非常长的英文 那么等一下 我们就要加上六个符号来分析 把它分得清清楚楚 而且希望大家养成好习惯 嗯你学完了 一定念诵 念诵你就能够记得的 记得的你才能进一步的去 听说读写的去运用 在这个密密麻麻的句子里面 我们首先要先找到主词 各位看到主词呢 其实就是people people就是人们 这叫做主词 在英文里面先找主词 找动词 再来就是动词 动词在主词跟动词的中间 就会有个住动词 那么住动词后面加动词 所以叫做be sleeping 这就是我们的动词 所以我们现在很快的先抓到主词动词 people may be sleeping 那现在我们做六个符号的分析 所以真正的这个句子里的主词 叫做people may be sleeping people may be sleeping 这就是我们的主词动词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它的最前面啊 它的句子主词并不是在最最前面 而这前面开始呢 就是有一个副词词句 副词词句就是有一个 这一个子句带出来的 你行后有主词动词的一个情况 英文就是这样子的 as the earth is round in shape 因为地球在形状上是圆的 刚才的主词 我们看到people人们 人们的后面 各位看到带出来形容词的观念 形容这些人 那么这是一个形容词词句 who live who指的这些人 住 住在这个一个时区 in one time zone 那么who在英文省略掉 live变成living 这就叫做形容词词句 变成的分词举构 所以本来的who live 就变成了living 所以后面翻译前面 住在一个时区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比如说住在我们这边的 这个时区的这个人呢 我们现在也许呢 正在睡觉 所以这就是主词动词 而主词的后面 就加了这些形容词 而刚才在主词之前 就加了这些副词 表示情况 这就是英文的道理 加上形容词 加上副词 把它加长 那现在这个句子 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 那么因为地球是圆的 在一个时区的人们呢 也许在睡觉 什么时候睡觉 这时候我们继续往下面看 下面有个at night 在晚上的时候睡觉 at night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部分 再下去呢 我们又看到一个话友 话友带出来的 又是一个表示情况的 副词指句 叫做然而 虽然的意思 然而呢 我们知道另外的人呢 在地球的另外一边的人呢 这个时候就是白天 他们在工作 所以话友又带出一个子句 子句里面也有主词动词 子句里面的主词叫people 又来了 后面翻译前面 在另外一个时区的人们 住在另外时区的人们呢 住动词may 然后动词may be working 他们也许正在工作 在白天的时间工作 in the day 他们在白天的时候工作 所以各位看到 本来密密麻麻的句子 现在分析起来 是不是比较清楚了 那么真正的英文 是没有我们的记号的 可事实上 如果你先把记号的观念学好 先把底子打好 等一下虽然没有线了 你看起来就跟线 在上面是一样的道理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养成好习惯 把它朗诵一下 现在我们照着 有分割的方式来朗诵 你会更感觉到 一节一节 你请一个外国人来念 虽然他看到的是 没有任何线的英文的句子 你会发觉他念出来的 会跟我们念的一模一样 因为思考一样嘛 所以我们学到英文的思考 是非常重要的 as the earth is round in shape people living in one time zone may be sleeping at night while people in another time zone may be working in the day 所以各位看到英文句子 画成线 一组一组的清清楚楚 不但是他的英文要看懂 你需要这样的线 你念出来 也必须这样一小节 一小节的 你念出来 才会跟一个美国人 英文人念的一样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思考 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 寒寿教材里面 就是这样一小节 一小节的画给大家看 各位在一开始 可能还没有办法 摸清楚这种状况 叫你自己去读东西 你还是会有困扰的 即使你看完英文 你到后面去看 他的中文翻译 这虽然你的中文意思懂了 可是还不代表 你英文能够自己看懂 那各位 你一定要用英文去看英文 你这样子的实力 才表达你能够真正的 独立的看得懂英文的句子 我们再往下看 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 我们的主词动词 一二三出来之后 旁边呢 还会有两句 合并的分词句构 这样子的现象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也是密密麻麻 常常的 你一看到 就觉得好头痛 可是我们看到 是清清楚楚的 为什么清清楚楚的 我们来开始看 首先先找到 一二加上三 各位看到 主词就是 it 这个是在英文里面 所谓的虚主词 假主词 它并不是真正的主词 真正的主词 是从后面这个 lut带出来的 一个名词词句 才是真正的主词 所以后面呢 有那么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is is就是动词 本来是is 这个省略成its 这个大家应该都懂 就变成了 后面有一件事情 是 it is 变成了its 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子呢 amazing 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什么事情是 非常令人惊讶的呢 就是后面这件事情 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我们看到lut带出来一个名词词句 我们一样用我们的记号 把它加上去 就是一个lut 然后后面有主词动词的标准的一个词句 好 各位看到里面的主词动词叫做 we have 我们有 有什么呢 再看到第三个字 so much 有这么多的东西 什么样这么多的东西呢 incommon incommon 就是一个形容词片 与形容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有很多相似的东西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词句 词句就成为一个单位 所以现在再看一次 那么lut本身并没有意思 带出来个名词词句 表示一件事情 我们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 这件事情呢 就是it 虚主持所代表的内容啊 这件事情是啊 amazing 是令人很惊讶的 那么看到这边 我们就看到year3 一是it 二是yes 三是amazing 那么it因为它是假的 所以真正的主词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只有year3 那么怎么后面还有这么多东西啊 这就是用来额外加油添醋的 我们叫做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considering consider叫做考虑 考虑什么什么事情 那么这个考虑是个动词 所以这个地方本来应该有一个主词叫做we we 就是我们 各位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是我们 这个地方也是我们 那么两个我们呢 就把其中一个我们给省略掉 那么动词改分词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观念 叫两句合并 分词句构 那么我们考虑到 考虑什么呢 各位看到这边又有一个latt 哦 所以呢 这个latt里面带出来东西又是一件事情 好的 既然有latt 我们又要把它给加上去 我们又看到这个latt 带出来一个名词子句 考虑到 想到 想到什么事情呢 好 各位看下去 we both earned 子句里又有主词 动词 我们两个人呢 都earned earned在字面上叫做赚钱的赚 可是这里 不要方程赚钱 而是得到 因为要从上下文去看 得到我们的什么呢 our undergraduate 我们的大学文凭 这个undergraduate 就是大学的文凭 在什么地方得到大学文凭呢 at you you就是university的缩写 大学 哪一所大学呢 of Hawaii 夏威夷大学 我们两个都是在这个地方 得到我们的大学文凭 我们两个是校友 所以你看啊 这个事情是不是我们两个相似的地方啊 好 那现在各位看 子句呢 就成为一个单位 那么considering带出来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 在这里又增加了内容 来加油添醋 到这个地方还没完 还有哦 even overlapping for one year 这再一个分词句构 那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样的道理 其实前面这里本来应该有一个we 我们啊 那么我们就是前面的我们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们就被省略掉了 那么省略掉之后 我们的动词就要改成分词 所以这个字呢 就变成了overlapping 本来的overlap 叫做重叠的意思 那变成了overlapping 好 那现在前面有一个 这个不重要的副词 even就是加强语气 甚至我们还能够重叠 重叠for one year 就是我们在夏威夷大学念书的时候 其中一年我们俩是重叠的 你念大四 我念大一 我们在同一个校园 共度一年的时间 当然你可能没有见到我 我没见到你 可是我们居然有这么多相同的过去 所以各位看到 这个句子这样子分析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训练学生的时候 一定看完之后 会让他做写或说的工作 为什么 你最重要的不是为了学 你是为了会 所以你学完一定要会 而不是像我们在学校里面 整天学 学完居然出来社会 我们不会 这种教育 我们觉得很有意思 学了让学生不会 好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会 所以我们要念诵 把它记一下来 It's amazing 这件事情令人好惊讶 That就是这件事情 We have so much in common 我们有这么多相同的地方 来相同什么地方呢 我们继续看下去 用两句合并的分词去够 就是我们想到 那我们不见了 这个动词变分词 Considering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We both earned 我们两个都得到 Our undergraduate 我们的大学文凭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在夏威夷大学 还没讲完 再做一个两句合并 甚至呢 我们呢 我们又不见了 Overlapping 这个重叠 在学校里的时候 重叠 For one year 那一年 我们两个同时 都在这个校园里面 念书 所以各位看到 这又是我们用六个符号 清清楚楚 分割的一个方式 好 那各位朋友 养成好习惯 看懂了 念诵 念诵完 做真正的理解 真正的记忆 真正的会用 我们再来看第三句 再来介绍一个 我们看完一二三之后 再加入这个插路语 所以我们整个在刚才的三句话里面 介绍了形容词复词的情况 刚才是两句合并 现在就是插路语 这四样东西 我们就叫后四 所以前三 再加上后面的四种 合在一起 前三后四 一二三加四 所有的英文 你都可以基本上 能够抓到一个头绪 我们再看 这个长长的句子 那么这个句子 其实就简单多了 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主词叫做 shoes shoes 叫做鞋子 鞋子怎么样子呢 R 是 是就是标准的动词 那么我们的一二三 先抓出来 鞋子是 是怎么样呢 hugely important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hugely本来叫做大底 但是这里引申为 非常的重要 对什么东西很重要呢 for 各位看到 介词带名词 这就叫做骗语 介词带名词 就叫做骗语 在英文里面 大部分看到的是字 可是再来就要习惯骗语 等一下再习惯词句 那么对于保护我们的脚 是非常重要的 后面来个插路语 插路语用来补充 那么是的 鞋子的确很重要 尤其是怎么样子呢 especially in places like Africa 这就是这个插路语 especially是一个副词 我们就是一个字 我们把它分开来 especially就是字 这大家很舒服的一个字 可是后面就是片语了 in places 在这种地方 in places 是一个片语 再来片语 介词加名词 like Africa 这个like 不要翻成喜欢 喜欢是动词 这里是介词 介词加名词 成为片语 叫做像 像什么地方呢 像Africa 像非洲 这样子的地方 后面还补充 所以补充又补充又补充 英文的句子就拉长了 所以这个叫做加油天处 把本来的123 这么简单的东西 英文要不断的说明 或者是做进一步的补充 所以就加速一大堆的 是 是加进去 这句子就变成好长 好长了 好 这个词句 我们一样 把它带出来 惠尔 带出来一个形容词词句 形容前面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非洲这个地方呢 惠尔 带出来的词句里面 也有主词 也有动词 这就是英文非常严谨标准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呢 health care provision 就是这个医疗 是提供啊 医疗设备的提供 医疗机构的提供呢 是 is is 怎么样子呢 limited 是一个形容词 是很有限的 如果你发生什么事 那找医院都找不到 所以你这个地方 特别要注重卫生 所以鞋子就非常重要 来保护我们的脚了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 呈现出来 shoes are hugely important 鞋子非常重要 for protecting our feet 对于保护我们的脚来 非常的重要 来查路语补充 especially 尤其呢 in places 在这些地方 like Africa 像非洲的这些地方 where带出来 在非洲这个地方呢 health care provision is limited 健康的提供啊 这个健康机构 医疗的提供呢 是很有限的 这个地方 这个鞋子就很重要了 所以各位看到 加上六个符号分析 清清楚的 粗粗的 就是这样子 一小节 一小节的呈现出来的 看完以上三个 长句子的介绍 我们就再回忆一下 所谓利用六个方英文法 把英文分成 一小节一小节 就是因为英文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首先呢 不管这个句子 长不长 短不短 它道理既然一样 我们就先找它的 一二三 主词动词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在英文里面 至少要有主词动词 第三个字 有时候啊 不一定有 不过至少要有主词动词 那各位请记得 birds fly 主词动词 如果flying跟to fly 你看到这些字啊 千万不要以为 它也是动词 这些字并不是动词 真正的动词 一定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现在我们看下去 那么 有一二 当然 绝大多数的句子都有三 而且在主词跟动词中间 经常都有个助动词 所以我们看到主词完毕 这个主词可能很长很长很长 拉了好长好长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 这个跳到后面去 看后面的助动词 因为助动词后面一定接动词 好了 那么有了前三的基本东西出现之后 我们再来要的 就是加上后面的这些 加油天出的东西 它可能是用来形容用的 形容一个人啊 形容一个物品啊 动物啊 等等的 这些叫做形容词 形容词 再把它加长 再来说明其他情况的 就叫做副词 比如说在早上啦 或者是因为原因啦 这些其他的情况 那么刚才也介绍过 用来补充的叫做插路语 补充前面的资料 再来就是放在前面 或者是放在后面的两句和饼的分子具构 那么英文 各位不要觉得它很恐怖 但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前三 后四 一二三加四 如果能够花一点时间 把这个一二三加四的观念彻底弄懂 你再去看我们刚才分析的那几个句子 道理就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句子很长 可是我们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那么刚才三个句子 我们分别介绍了 有了一二三之后 再加上去的形容词啦 副词的这些东西 以及第二次介绍的 就是两句合并的分子具构 放在前面 或者是放在后面 这次放在后面 我们就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些 这个分子具构的现象 再来我们就是看到刚才的插路语 用来补充的说非洲 还说了这么多这些补充的资料 那么这就是一二三加四 那么在后面的节目 我们就继续给大家分析一些长的句子 那这时候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你也可以把这个影片停下来 看这个句子 你先自己练习分析一下 或者是字不会的时候 查下字点想一想 然后再跟我们的这个讲解去对照一下 看看你的英文的阅读能力 是不是真的就能够进步了 所以英文句子怎么看呢 就是一二三加四 把密密麻麻的英文 变成了清楚又条例的思考 这样子你看英文 学英文才会有效率 这是我们非常强调的一件事情 学什么东西 谈投资报酬率 我学了就要能够懂 懂了能够进一步 学了能够真正的运用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六个符号 你先把这个基础建立好 再去看你学校的课本 或者是看市面上卖的书籍 或者是杂志 那那个时候这些书才会对你来讲 更容易学习 英文啊 其实只是一个工具 它应该是在短期之内很快的学好 利用这个工具来加强你的专业 真正最重要的才是你的专业 而英文说实在只是配角的工具 所以工具不应该浪费我们的时间 学了20年就学这个工具 真正你应该加强的是你的专业 这是我们看到的 我们的棒球选手 其实他的英文不好 这个老美还愿意替他请一个翻译 因为他有的是什么 专业 所以你还是要加强你的专业 即使你的英文不好 我都觉得我会很尊重你 而不是把这个英文这个工具 就给我们学了二三十年 这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六口符号英文法 希望帮助大家赶快建立这个工具 然后利用这个工具来加强运用你的专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